路邊車格滿滿滿 想找個車位真的很難 有民眾開車經過 發現了一個空的停車格 準備要停 但卻有個辣妹 站在停車格裡不讓開 下一秒一台轎車 衝很快切進去停好了車 駕駛看傻了眼 太誇張了 跟他爭那個沒有用 他就是不會讓你啊 大白天這熱哭辣妹 霸著車位不走 還向駕駛擺了擺手 好像在說這個不給停喔 霸道的行徑全都錄 就自證倒霉我就會開走了 我覺得是不太對啦 只是盡量也不要有衝突這樣 那這種用輪車格的行為 也是違反交通法規 可以把信貸批300元的花款 事發地點就在台中一中商圈 到了晚上更是燈火通明 人來人往 停車位幾乎一味難求 車子一開走 馬上有車子停了進去 每個車格空出的時間 不到三秒鐘 如此搶手 難怪熱哭辣妹 要用忍肉站位 記者陳廣任 李若貞 台中採訪報導 記者聲明就已經被地停滾了